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纳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一个人活在罪咎当中的时候 他不能够认清真我 他只能够活一个逃避的生活 上帝不希望我们过一个逃避 和不真实的生活 在今天灵修之前 让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祈祷 请我们天父上帝 我们很感谢你 你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 让我们如实的去欣赏 如实的去生活 但当我们陷入罪中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真实的自己 亦都不能够享受到 上帝给我们真实的世界 我们就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诚实面对自己 诚实面对上帝 教我们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过错 我们祈祷交托 乃奉主名求 阿们 《真言》第28章 恶人虽无人追港也逃跑 以人格胆壮像狮子 地上因有罪过 君王就多更换 因聪明或有见识的人 国必长存 穷法人欺压贫寒人 好像暴雨素过 不留粮食 理弃律法的 夸掌恶人 遵守律法的 却与恶人相争 恶人不明白公义 唯有寻求耶和华的 无不明白 行为纯正的穷佛人 胜过行是歪曲的有钱人 紧守教会的 是聪明之子 与探食者为伍的 却羞辱其父 人以口利增加财富 是给那联敏贫寒人的职财 转以不听教会的 他的祈祷也可憎 有或正直人行恶道的 必吊在自己的坑里 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 有钱人自以为有智慧 但聪明的贫寒人能看穿他 以人高声有大荣耀 恶人兴起人就躲藏 遮掩自己过犯的 必不顺利 承认且离弃过犯的 必蒙怜悯 常传敬畏的 这人有福了 心里肛硬的 必涵在和患里 邪恶的君王 压制贫民 好象轟轿的狮子 幼如觅食的虹 无知的君王 多行报约 恨护非分之财的 必连长日久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 必逃跑直到地府 愿无人帮助他 行为正直的 必蒙拯救 行事弯曲的 立时跌倒 耕种自己田地的 粮食充足 追求虚浮的 窮困老到 诚实人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难免受罚 看人情面是不好的 却有人因一块饼而犯法 守财奴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窮佛 必临到他身上 责备人的 后来蒙人喜悦 多予那用舌头 浅味人的 抢夺父母警说 这不是罪过 此人与毁灭者同类 心中贪婷的 挑起争端 倚靠耶和华的 必得风雨 心中自以为是的 就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 就制穷佛人的 不自缺乏 借眼不看的 多受助就 恶人兴起 人就躲藏 恶人败忙 二人必争多 在二十八章针言里面 我们第一节 看到一段很有趣的经文 那个讲到 恶人虽无人追港 也逃跑 二人却胆壮 像狮子 为什么恶人 无人追港 都会逃跑 可能因为自己的罪咎感 很怕东窗事发 又或者是怕有惩罚 甚至乎想自己逃避 不承认自己的恶 所以一个人行恶的时候 有很多的事情 影响到自己 不能够真实面对自己人生 活在逃避当中 但相反 在第一节下面 说到 二人却胆壮 像狮子 中国人有句很简单的说话 理直 自然气壮 当一个人坦诚 真实 公义的时候 就不需要害怕任何的事情 在针言的第十八章里面 都很多时候说到要守律法 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 很重视律法 好咯 今天上教会的人 就会觉得 律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但其实是息息相关 在经文里面说到 离弃律法的 夸掌恶人 遵守律法的 却与恶人相真 恶人不明白公义 唯有寻求耶和华的 无不明白 意思是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愿意爱上主 成为他的人的时候 我们也要明白 守上帝的律法 亦是对他爱的表现 两者是没有冲突的 其实一句sorry 一句对不起 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去说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 人通常都会做错事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知道做错的 往往都是自己 但是最后一个愿意认错的 都是自己 为什么这么难认错呢 很多时候因为老修成怒 明明知道自己错 但是又不想在人面前认低威 所以用很多方法 想掩盖自己的错误 但是他不知道 用很大的力度 去掩盖一个又一个的错误 所换来的是犯更多更多的罪恶 有时候简单认真地去承认自己的错 其实是放过别人 更加是放过了自己 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承认自己是罪的时候 往往是让自己能够得释放 今天的针研正正是教导我们这个智慧 其实做人简单单就是最好的了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对就对 错就错 多一个人能够简单真诚去面对自己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虚色 没有那么多装扮的时候 人来得轻松 人来得自然 人来得自由 但是往往在今天的都市里面 特别是办公室的政治里面 往往每个人都伸穿了一个很重的装备 很重的保护网去保护自己 很多时候表面大家很礼貌 很客气 其实就预备了一个很远的距离 希望彼此防卫 其实人与人有一个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也都会影响到人和上帝的关系 经文告诉我们 敬畏耶和华的人 能够理直而气壮 坦诚可以胆壮 但是相反 太多顾忌太多防备 你有太多的后着的时候 各位你想清楚 现在不是在玩武林比赛 这个不是古代的武林 我们今天的社会 为什么不可以简简单单 坦诚地将自己呈现出来 这个是上帝在今天的真言里面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让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一个的掩盖 一个一个的防卫 让我们陷入罪中 而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生命 有什么的指引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遮掩自己过犯的必不顺利 承认且离器过犯的必梦年文 《针言》28章13节